快快快快快快快 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我得赶紧升个火 我要烤肉吃了 这是我亚马逊雨林生存的第二天 现在正为着食物发愁呢 我包里的干粮全部都被我吃完了 就剩下一个田螺了 采集来的蘑菇还变质了 我得先去找点肉 上一次不是把野人村给涂了吗 这里还有很多野人的尸体 干脆直接把野人给扒了吧 高蛋白高脂肪的烤野人肉 今晚的主食就是它了 烤肉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我现在先找点别的事做 解剖野人会获得很多骨头 用三根骨头加一个香蕉叶 再加两根绳子 就可以合成一个骨质护甲 再把它们全部装上 你操作你操作 这样就安全的多了嘛 腿上跟手上都装了 再也不用怕被蚊子跟蝎子咬了 而且这个骨质护甲可以有效地 抵抗野人的攻击 穿上它之后就可以更有效地 防止咬伤或者刀伤之类的 这样我的身体抗打击能力就更强了 不出意外的话 在这边雨林活下去 妥妥的 天色刚刚好 肉也熟了 吃完了刚好可以睡觉 帮你瞅瞅 这一块野人肉加40多的蛋白质 15的能量 但是它会减少35的理智度 管它 饿得要死 什么理智不理智的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我总不能饿死吧 全部吃 哦 吃饱喝足 终于可以睡一觉了 明天起来继续搬砖 我 我这一觉睡起来 出现了严重的幻听 而且还出现了幻觉 这野人直接找上门了 我这 臭 你看 我脱一下它就消失了 我这是吃野人肉吃多了 遭报应了吧 不行了 我肚子又饿了 但是我再也不敢吃野人了 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错乱 再吃的话我就要成野人了 我得找点正常一点的食物 拆点野果子 我记得这附近有一条凯蒙饿 说吵吵吵吵就来 这是个送分选手吗 这不对啊 凯蒙饿跟短吻饿都是同一品种啊 爆发力都很强的 这家伙整得跟哈喽KT一样 慢悠悠的向我爬过来 我打他他都不还手的 直接给我送肉的节奏 吃野人降理智度 吃鳄鱼肉会不会犯痔疮啊 先清洗一下身体 刚刚解剖完鳄鱼的尸体 身上全是血气 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 很容易犯皮肤病的 OK 还有点渴 直接喝吧 直接喝这个脏水吧 不怕窜息 我有妙方 用这个红色的蘑菇 可以防止喝了脏水之后 寄生虫进入你的体内 造成你拉肚子 拉蛔虫 还有这种蓝色的蘑菇也可以解毒 也可以直接当成零食吃 而且很好找 就在这种大树下面多的是 我记得这个山洞里面有一个受伤的土著人 啊 这个蝎子还在这里啊 这次还想咬我 你当真我是个憨憨 会在同一个地方犯两次错误吗 啊 这土著人受伤了呢 给他打一个绷带吧 嗯 打不了 哦 我看清楚了 他这是割伤 普通的绷带没有用啊 得用特制的绷带 才可以治疗他的割伤 嗯 就是这个东西了 马蜂窝 我需要蜂蜜 蜂蜜是可以促进伤口愈合的 而且可以治疗感染性的创伤和烧伤以及烫伤 这玩意儿能在雨林里面找到 简直是跟挖道堡一样幸远 很少的 拿一个叶子绷带 跟蜂蜜合成 就可以做成一个蜂蜜绷带了 好了 可以回去治疗那个受伤的土著人 我的好大儿 我来了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在世父母啊 以后见了我得叫一声大哥啊 不用谢 我走了 我现在得回去了 搞了这么多的野味 还有野果子 应该都够了 我靠 这什么 吓我一跳 又是这玩意儿 是野猪还是黄鼠狼 我都看到它几次了 但是从来没看到过它的正面 我 我走 这什么呀 美洲豹 这从哪里冒出来的 你是在逗我吗 完了完了完了 我死透了 呃 这这家伙速度太快了 不愧为猫可动我 哎 大哥大哥有话好收亮 我给你考野人 你不要弄啊 你是我大哥 你是我在世父母 我